1月18号是农历腊月初八 腊八一过年味也越来越浓 当天上午第二届新发地年货节 即即采集配节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博览中心开幕 记者在现场看到 水果 蔬菜 海鲜 肉类等各色农产品 零老满目 不少民众满载而归 因为同事说这儿有一个年货节 然后就来过来看看 我买了只鸡 买了两根肠 能试吃 能看见食物 我觉得买着放心 买好多东西了你看 薯片嘛 还买了一盒的糖 挺好吃的 近十岁来看 我不是准备送到车上去 送到车上回来再买 除传统年货外 本届年货节还新增了 净菜 预制菜组合 精品水果 绘萃等特色农产品 来自全国多地的农产品企业 纷纷带来了自家的全土产品 满足不同客群的购买需求 我们是来自河北山家口 主要带的产品是九款的礼盒装 包括我们的羊腿 羊排 羊腱肉 后腿切片 一共是十八款 从九点多时我们开展之后 我们的销量也很多 然后截至到现在卖 就大约有150多个左右 我这次年货节带来了各种净菜 170多个品类 精加工的肉制品有50多个品类 零售机关团体比较多比正常买毛菜 一公斤贵个两毛到四毛钱左右 不用再摘血 不用再切配 减少厨余垃圾 减少操控时间 为方便民众线上采购 年货节还把直播间搬到了现场 多个直播号同步对车离子 草莓 榴莲等精品礼盒 进行直播销售 像春节经常吃的一些海鲜啊 坚果啊 砂糖菊啊 这些过节必须炫的东西 我们都会上到我们直播间 我们也想能够通过线上 进行一键式采购 就不用来回跑了 车离子是我们目前 主要销售的一个对象 那今天的话 从早上7点开播到现在 总销售额应该是10万块钱左右 那也就是500单 我们那个展商要比去年要多很多 有一些是山东的 山西的 南方的 都集中到这个新发地点来搞年货节 虽说大厅不大 但这里一共有109个摊位 每个品类都会有打折啊 或者满百送这种活动 这次年货节呢 从今天1月18号正好是辣班 一直开到2月5号 大家能想到能想到吃的东西 在这里都可以开太郭道